PTT的這個八卦版的文章 這個操作的手法跟當年楊慧如 一模一樣 都懷疑是不是同一批人做的 非常的可惡 垃圾 那這樣的手法 更悲哀的是 還有人會信 當然逃不過大家的法眼 大家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有人會相信 這種文章 是最糟糕的地方 那因為蔡英文總統 她的任期還有三年多 我實在是很難就跟大家表達 我不曉得要怎麼去講這個總統 剛剛你看佑正 給我們看那個影片 那個已經是我們能夠找到 在這一次太魯閣號裡面的 蔡總統慰問家屬的拜 罹難者家屬的拜 你看她那個普悠瑪 她的慰問的家屬的 那個比較多 可是這一次我也不曉得 花蓮在幹嘛 她就 就那幾個 對 我還找到一個場景 是這個家屬休息的地方 然後林家隆去出來講話 幫忙鞠個工這樣子 這個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蔡總統你慰問 泰魯閣號的家屬 你是不是蜻蜓點水 問導遊 說說啊 問導遊 然後就 然後包括她到病房去看 四個醫院到病房去看 這個 我們當然又在你也知道 我們記者 十幾台攝影機 也不可能大家都 衝到病房裡面去 你選擇性的 讓大家看這些畫面 我對蔡總統 從案發到現在的表現 我非常的不滿意 意外發生之後 你人躲在哪裡 你在忙什麼 總統府都沒有公開行程 你在忙什麼 你不要裝作很忙的樣子 你到了下午四點 你到北車的應變中心 然後開了一個讀稿機的記者會 你第二天到花蓮 慰問之後 你就回台北了 第三天沒看到你幹嘛 第四天你宣布說 我捐一個月的薪水 然後就交代了 又是我們衛福部收到 已經收到的兩億 是我們所有老百姓的愛心 兩億 大家對這個非常的看不下去 各個領域 然後大家捐了錢 目前在衛福部的賬戶 已經兩億了 可是這個兩億 不是政府出的 是老百姓出的 我們老百姓很可愛 但是我們政府非常的可惡 他做這個事情 他就是我生人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禮拜 我們先從禮拜一開始看 因為這個禮拜五發生 前面兩天還算那個 這個是我們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用這個林佳龍的請辭當頭條 蘋果日報是做這個李逸祥 兼這個公敵主任 聯合報李逸祥積壓禁見 你看自由時報寫什麼 二億B車 罰還行責將加重 全部的人都在寫台鐵的事情 他在跟你講說二億B車 對 用這種莫名其妙的當頭版頭 今天已經有人開始在講疫苗了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對這個實在是非常奇怪 我們看聽天的 待會佑正會跟你解釋 要命七分鐘 中國時報頭條 蘋果繼續追李逸祥 抽菸吃檳榔 旁邊若無其事 聯合報 蘇仁昌應該負責下台 你看自由的頭條是什麼 一月的出生數 什麼跌破萬人什麼 他綠媒在幹嘛 他都不寫了 我的天啊 他就我就不寫 你們各報去寫台鐵事情 我就不寫了 我就把它淡化 你說有人開始談疫苗了 那就是要轉移交點了嗎 就是不談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就算交代 就算過了 所以這件事情 最應該負責的是誰 當然是選票選出來 蔡總統 明天林佳龍要去立法院 我不知道他都已經請職 他去立法院幹嘛 我不知道要報告什麼 但是針對林佳龍也好 蘇貞庄也好 那些東西我比較不談 我追究的是有817萬 選票的蔡總統 因為佑正 我們從之前的限水疫苗 一路談過來 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個蔡英文總統 他根本心不在焉 我知道他去年 打那個選戰打得很辛苦 他贏了 垃圾贏了 但是他已經 他已經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 他完全就是 我就贏了 他根本就不認真 我必須跟蔡總統呼籲 剛剛佑正講 那個戰票我非常有感 因為我們北回線這樣做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 沒有普悠瑪跟太魯閣 志強好我們就是戰票 戰習慣了 蔡總統 我公開邀請你 我們一起做戰票 我們就一起買戰票 就從花蓮做到 你要做到花蓮也可以 做到台東也可以 我陪你 有位子我們也不要坐 我們就戰啊 要騎大家來騎啊 來戰票啊 讓你去試試看 那個買戰票的感覺 泰魯閣也好 普悠瑪也好 就是你親自去買過戰票 走過一趟之後 你才知道戰票有多辛苦 然後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 差很多 兩個小時到花蓮 跟三個半小時到花蓮 他的票價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要三個半小時 還有兩個小時 大家 這一台出事的車 是很難買的票 好不容易買到 結果變成死亡列車 然後你在那邊 傾蜻點水就這樣 好像很難 其實他都沒有 給我們記者問 他兩次的記者會 都是讀稿機 唸完了他就走 有這種事情嗎 然後外交部在統計說 有多少國家 多少的媒體報導 我們這個 這個是好事情嗎 這丟臉啊 你是什麼毛病啊 有病啊 很多人報導我們 我們死了很多人 我們好厲害 我們死了好多人 好多人報導 我們好棒 你敢統計 我們的泰魯閣跟普悠瑪 都跟日本買的 日本的新幹線有出過一些事情 鐵路的出現沒有錯 可是就普悠瑪跟泰魯閣來講 他們賣給我們的車廂 在日本沒有出過事情 所以人家日本覺得很奇怪 我台灣用這麼久都沒事情 有什麼不記得台灣 2018是普悠瑪 現在是泰魯閣 到底是誰的問題 然後蔡總統這樣的處理 因為我的結論 我很想叫他下台 但是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要告訴蔡總統 你會對817萬票 你做得太爛了 真的 你做得太爛了 管不到台鐵 我知道這不是蔡總統的意思 但是霍恩哥也講了 這跟當時的大阪辦事處的 蘇啟成處長的事情 關西機場的這個 因為暴雨的事情 一模一樣的手法 是不是楊慧如啊 還是他們的軍團啊 你這時候寫這種文章 你真不怕下地獄啊 你真不怕下地獄啊 來 我剛剛說了 這個文章87%項 管不到管不到 當時不也是 什麼什麼什麼CCD 什麼T什麼CCD 對 那個楊慧如的帳號啊 也說大阪辦事處不歸他管 一模一樣啊 有沒有厲害的朋友去查查看 他的帳號跟那個 楊慧如那一掛人帳號一不一樣 有沒有關係啊 怎麼還會是這種爛招呢 謝長廷 你以為謝長廷過得了關 蔡總統過得了關啊 我講白了 謝長廷這是一條人命啊 這一團五十條人命啊 五十條跟一條啊 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台灣啊 還想用這種爛招 免了 真的免了 回家 好好抱抱你的爸爸跟媽媽 告訴你的爸媽 如果沒改進 我們以後盡量少坐 往東部的列車 比較實在啦 與其在這邊幫忙帶風向 你就是被臭罵的份了 來 我剛剛說了齁 蔡總統你真管不到 沒關係齁 2006年來 子澤兇爆料 子澤 他說 為了因應高鐵通車後對台鐵的衝擊 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 就擔任台鐵改革小組的召集人 而且指派他的人就是蘇貞昌 蔡總統你改革了什麼 你2006年就告訴我你要改革啦 結果呢 你改革了什麼 你前瞻基礎建設計畫2017年 你也說要改革啊 你改革了什麼 2018年普悠瑪出事 你講完話之後 行政院出了一個好幾百頁的報告 檢討報告要改進 改了什麼 邊坡監測系統裝了沒 巡軌車換了沒 台鐵那些浮亂的公務員體系 你去把它撥亂反正了沒 我昨天就說了 今天那個護欄 不管有沒有 他基本上在工程規定裡面 他就是擋不了車只能擋人的 你台鐵的副局長跟交通部的政治 還在睜眼說瞎話 試圖要帶一個風向師說 對我們有要求他裝 但他沒裝 所以出事 所以他要負責 我們沒有錯 你的工程裡面就沒有規定 他必須裝擋車的 因為我跟各位普及一個小知識 因為這個工程 台鐵的工程有分ABC級 A級他的安全係數很高 所以可能要裝擋車的 B級安全係數也高 可能要裝擋車的 但C級不用擋人就可以了 這個工程就是C級工程 所以他的合約裡面 根本沒有規定 他必須要裝擋車的 紐澤西護欄 或者是其他的鋼板 沒有 根本沒有 然後你們這兩大官員 在記者會上跟我胡說八道 汪郭財 你不是還說 初步看來 這個廠商是有書師 書師是什麼 你C級工程 根本就不用裝 他哪來的書師 他沒裝剛好啊 不是嗎 好 他有書師 我尊敬說了 他有書師他沒裝 1月1號曝光的影片 就已經沒有了 1月1號到4月2號 你整個台鐵都瞎了 沒有人知道他沒裝 沒有人知道 任由他不裝 那是誰的責任 你的責任啊